新任的国防部长才刚上任 而陆军总司令李翔中 在今天下午递出了辞呈 可是呢 昨天的时候呢 延明这个新的国防部长 可是召集了所有联兵旅的旅长 跟政战主任来训话 这个训话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现在有华就来独家告诉你 昨天上午8月8号 延明接任国防部长 下午他就召开了 联兵旅主管的会议来谈红案 除了谈红案 他要求各联兵旅旅长以上的主管管 都要到国防部 但是他没去 昨天他就没去了 对 陆军总司令不到 还是李翔中不找他 对 是他反正也要迟了 所以他就不去 他不去的话 当然陆军总部其他人都有去 但是唯独李翔中不去 那个李翔中不去 李翔中是一个算个性蛮温和的人 他也很少跟别人树敌 你晓不晓得 他最喜欢看的小说是什么 是什么 二月和的雍正夺迪 就是雍正大传 二月和这本小说好耶 对 这个是李翔中喜欢看的 但是他昨天他为什么不去国防部 因为他一直认为他对不起高华柱 他在第一时间受到蒙蔽 反正这些我们都讲过了 那部长杨念祖辞呢 他认为说我不杀柏仁 柏仁却因我而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认为说他没办法跟阎民共事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跟阎民共事 因为在案发之初的时候 就我所知 阎民去了宏家两次 阎民他去了宏家两次 各位可以看 他先后去了两次 在第一时间他先后去了两次 7月8号还有事发之后 大概在7月3号到8号之间 他去了两次 他去了两次 这个就是军中阿信 叫做王明我 软骨头一个 他去了以后 他先后去了两次 然后他命令陆军总部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陆军总部也要 至少在头七以前 你要派人去慰问宏家 那个时候李强奏都没到过宏家 只有阎民去了两次 一次就是慰问金一次都是五万块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李强奏他们在那个时候 做那个报告的时候 当然五十二女士有蒙蔽李强奏 但是陆军总部的报告 一直被阎民压到 等高华柱回来 亲自开了记者会 他才告诉李强奏 说可以开记者会 就是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他点出了一个 就是说这件事情 参谋本部的操作痕迹过于明显 那你尤其是阎民 在这个案件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因为部长不在 是阎民代理部务 阎民代理部务 那李强奏又跟他是竞争关系 所以他透过了各种方式 就去威逼陆军 威逼陆军的结果 是陆军第一次陈储名单 跟第二次陈储名单 通通都出来 逼得李强奏认为说 参谋本部对他怀有敌意 既然怀有敌意的话 那到了最后以后 李强奏他持官归隐 我想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挣扎 因为李强奏曾经跟他几个朋友讲 第一个他是没棋子 第二个他不知道事情会处理成这个样子 然后最重要的是李强奏讲 有人也要整他 就是说我没有想到 一个上市 一个上市的胡作非为 能够让部长 两任部长下台 陆军总司令下台 只要李强奏下台的话 陈全官一定下台 陈全官一定下台 就是说一个上市的胡作非为 可以弄掉两个部长 一个总司令 一个军团司令 这个是在国府当局的历史上 是很罕见 那这里面当然是有 阎明操作的痕迹 现在我们来看看 阎明昨天在联兵旅 他开会 他讲的什么 好 我有一个证据 这个就是那个不要脸东西 那个什么罗绍和 他们发布的一个新闻 青年日报上面的 青年日报上面 阎明讲 阎部长说 红案 照应于未依法行政 禁闭式管理及 人员急救不当等 身相重大为师 请问这个算向部长讲的话吗 什么叫做 未依法行政 总统讲的是违法乱纪啊 对 未依法行政 只受行政惩处哦 国王部长你阎明 你上台 你就打马英九一个耳光 呦 这个好大的官威啊 第二个 禁闭式管理不当 马英九讲说 军中人权全面检讨 你到了今天 8月8号 人家父亲节 你还在 洪家 山口上 撒盐 说禁闭式管理不当 军中人权 你不是又打总统一个耳光 急救 好 处置不当 马英九讲 林月致死 言明既然定了调 宏家 宏舅舅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认为这个长官一直都在帮助你们 可是当他升了国防部长以后 他定了这个调 也难怪 那个四大二人 全部都可以交保 除了交保以外 他又把一个总司令给斗掉 那我知道言明的个性也蛮温和的 但是为了官位 他要这样子 一定是旁边人给他的建议 其中我建议 好 言部长 你上台一件事 你行行好 我只请求你一件事情 把新闻 发言人士的谎话连篇的罗少和 最好给我撤换掉 因为他运用了英昭来整李翔咒 今天他可以整理的部署 明天他一定可以整理这个部长 其次 我还是认为 你罗少和运用英昭 对我个人 做很多的人身攻击 我就不回应 但是呢 我必须要告诉严部长 你有这种军事发言人的话 你能够干多久 你自己心里有数 毕竟 做英昭 做英损之事 必有伤英德 我们做的事 是为洪仲秋 把真相追出来 你定调的事 说要把洪案掩盖下去 这个就是你军事发言人 所做的英招 看看李翔咒 他喜欢看什么 李翔咒这个陆总司令 他喜欢看二月和的小说 二月和小说的 雍正皇帝 但是雍正皇帝 你记得吗 在他当皇帝的时候 他身边有一名 非常有名的武将 这名武将叫做年庚瑶 而是否 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 就像年庚瑶一样 开始功高正主了呢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马英九 你是雍正皇帝 你可要小心 明天这功高正主的年庚瑶 你要小心 他别把你给夺了 不过 这五四两旅里里面 有人却可以缺便了军检 全身而退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洪仲秋这个案子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政战体系的涉案人员 他们都没有事情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军检军法官 他们也是同样来自于 政战学校 所以可能会有 官官相互的情形 所以这些政战人员 到今天为止 都还置身事外 刚刚我们就问了胡将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胡将军跟我们说 这很奇怪 在部队里面 最要负责到军纪 跟这些士兵的一个心理状态的 就是政战 是啊 所以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一次里面 整个案件 好像政战人员 跟整个五四两旅 是切割成两块 完全不在这个案件里面 当然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你不觉得整个吕布莲里面 有某个人 他好像就完全没任何的事情 而且之前有华还点名 直接骂那说 这个不要点的政战败类耶 没有错 我们这次就在点名了一个人 是什么人 吴义竹 吕布莲的辅导长 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于一个 刺身事外的状态 是 我们看到 这几次军衔在约谈他的过程中 好像是把他当作证人来约谈 那立刚 身为一个证人 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说实话 说实话 是啊 给检察官证据嘛 对啊 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件事 整个红仲旧案件到现在为止 约谈了386个人次 大家可能以为386个人次 没有什么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些当证人的人 他们还可以领到500块的证人费 将近500块的证人费 如果是这样 386次乘以500是多少 19万元 不少 检检你就这样 莫名其妙约谈了300多个人 你还办不出来一个案件 最后花了大家19万的纳税钱 还让这些莫名其妙 该办的人不办 还让他自身事外 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讲 更夸张的是 这个人还跟检检 做了好多的伪证 欺骗了我们检检 检检你到底现在还不知道吗 他搞政战这一套 他居然也搞到军检头上去了 没有错 我们先来看一个刑法 刑法168条 它是讲什么 就是在讲我们证人的义务 就是不能作为证 在审判时 或与检察官侦察时 检察官侦察时 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状态 检察官侦察时 证人与案情有重要关系 是事项 有虚伪陈述者 要组7年以下有期徒刑 7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能跟我们这次陈义勋 差不多重 但是大家看到 最后他有被扮吗 最后没有被扮 我在那边提醒军检 吴义竹已经将近 骗了你们三次了 三次了 怎么说 你们到底是选择性的被扮 选择性的被骗 还是说 你根本就不想扮他 就让他置身事外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是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之前 红姐姐公布了那个录音档之后 我最记得了 曹金生说我们被突袭了 就是这件事 因为里面讲话 录到音的就是吴义竹 我们被突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根本 他最后怎么回应这个案件 他最后回应的方法就是说 我根本就是 之前就已经看过 红仲修手机里面的简讯了 所以说陈以仁的案件 不是他告诉我的 是我早就知道的 但是呢 大家会不觉得很奇怪 手机又不在你那边 简讯也不是传给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简讯传给李渔长 难道你睡在他旁边吗 奇怪 如果他这样讲 君姐也相信 曹金生也相信 没错 君姐就这样相信了 针对这个案子 这个东西 他之后就没有再约谈过 也没有再提过 另外还有一个情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在第一次 提到死亡笔记本的时候 吴一组他做了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他跟君姐说 这个死亡笔记本啊 不是刘延峻跟 潘信师兵搜走的 是另外一个牌长 搜走的 所以说要查这个流向 赶快去问那个牌长啊 不要问我啊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最后事实证明了一件事嘛 当初是刘延峻跟潘信师兵 还有你主导 去把这个东西搜走的嘛 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是他叫潘信师兵 去搜那个内务柜的啊 你明明都不知道 你明明都知道这件事 人家洪中秋都已经火化了哦 你这样对着人家家属吗 那可是人家的遗物耶 你拿走人家的遗物 要干什么呢 最后 又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我们跟君姐求证之后 发现了一件新的事项哦 什么事 大家也记不记得 整个视频会的过程 到整个洪中秋 关紧闭的过程 好像大家都不清楚 好像都没有扯到他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曾经跟君姐说过 整个洪中秋紧闭发生的这个一阵子啊 我都是在一个休假的期间哦 那一段时间他都在休假 他被关了我才知道 我回来才知道他已经被关进去哦 真的吗 所以说整个视频会那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 所以表示说他完全被金手 他是在营区以外吗 没有错 但是他就这样说 我们君姐就相信了耶 这样对吗 君姐就这样相信了 我们现在来再一次 我们第三次再来戳破他的一次谎 这是什么 我们独家公布这个 这是你吴义族 等一下 吴义族六七月份的休情表 你吴义族从 从洪中秋那个开始 你的休情表 我们看到 25号是什么 视频会嘛 他上班耶 视频会 视频会这天他在上班耶 你从六月二十四号就开始在上班耶 视频会当天你也在上班 林庄台会当天你也在上班 体检那天你也在上班 观景彌那天你也在上班 等一下 为什么嘛 等于这个礼拜 你看六月二十九号 六月三十号 他还留守营区耶 他等于这整个礼拜 全部都在上班啊 没有错 你这十四天 你全部都在营区里面 你都在上班 你敢说你视频会这些 你都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个常常喝醉的辅导长嘛 我们不怪你 但是你留守总共十四天耶 呦 这么久 你看到洪中秋生亡那一天 他都还在上班 到了七月六号的时候 他才开始休假的啊 到洪中秋死亡那天 你都还在上班 而且你敢说 你没有去天成医院吗 你不是还去了天成医院 又去了三种 还载了洪妈妈吗 这不就是你在上班 连续十四天都在上班 而且你看七月一号 他还跟范左仙两个人 跑去看洪中秋耶 所以说 陈宇仁买饮料 你可以撒谎 军检问你 你也撒谎 最后你连整个案情 在问到视频会的时候 你在上班 你也撒谎 军检 这伪证罪要不要办啊 陈检赶快来办他伪证罪 这是你们管家权啊 看看啊 吴义竹这个人 居然跟军检撒谎说 这段时间他都在休假 我们今天已经把修情表 秀出来了 所有的朋友们 你也看到修情表了 曹金生 你究竟有没有去查 他的修情表呢 为什么只相信吴义竹 而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呢 这其中是什么问题 选择新办案 还是已经决定要这样子办案呢